面对中秋节的到来 总是离不开享受美食 像是月饼还有烤肉等等 不过这些都是属于高油高蛋白的食物 因此台北医院特地为社区的民众 举办了一场健康够够的活动 借此来教育大家 享受美食要懂得节制 才不会伤到肠胃 虽然中秋节是月圆人团圆的快乐节日 但是民众小心身材 可是不能跟着走圆 因此卫生福利部台北医院 特别举办健康够够活动 邀请民众一起来动一动之外 同时提醒民众要多加注意秋节期间 对于这个月饼还有烤肉等等美食 大多属于高油高蛋白质的食物 吃多容易引起肠道不适 院长徐景池建议大家要够到健康 享受美食要懂得节制 并且不忘再次叮咛民众 要如何来防止登革热疫情的发生 我们这次为了提醒大家 中秋节要注意饮食的健康 而且要注意运动 另外最近登革热的疫情 在台湾的延烧非常厉害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中秋节的时候 除了吃东西运动之外 在国外活动的时候也要注意防蚊 那这样就可以过一个快快乐乐的健康刚刚的中秋节 中秋节期间想要抗拒美食诱惑的确很不容易 尤其山高民众还有慢性肾脏病的病友 在欢度佳节如何让自己吃得开心又健康 营养师告诉你 如果大家在吃月饼的时候呢 可记得要跟主食类像是饭啊 或是一些南瓜地瓜这类的主食类做个代换 那同时希望大家可以搭配武汉的茶饮啊 那增加自己的活动量 那在烤肉的部分也是希望 使用大家尽量选择地质的食材做食用 那关于腎脏病患者 他的肉质的部分可能那些甲力质太高 那希望大家要食量就好 为感谢民众热情参与 院方安排摩采活动 邀请院长在现场抽出幸运的得主 恭喜他重大奖 至于谈到健康常识民众都不敢轻忽 从现场踊跃参加的盛况可以得到印证 我非常愉快 他可以准加一些医疗常识的帝销 另外院方还赠送参加的民众幼稚 祝福大家秋节快乐又健康 我们家乐新闻新庄采访报道